33歲的陳小姐兩年前洗澡時摸到胸部有腫塊 就以檢查為0.5公分的纖維囊腫 不料追蹤不到半年 近長成4.2公分的早期高風險三陰性乳癌 經醫師建議進行數前輔助治療 加上免疫療法控制病情 也免去乳房全切手術 一開始醫生就有跟我說免疫治療 就是可以增加腫瘦縮小的機會 可是因為我那個時候就是太緊張 然後又因為醫生跟我說要趕快做治療 我就跟他說我先想一下免疫治療 因為那個時候聽到那個費用真的很驚人 然後我就很緊張 我就想說沒關係就先趕快先開始打化療好了 然後一直等到就是打第二個階段的藥物 是打小紅莓跟癌德心 跟免疫之前照了超硬波 那醫生是希望我就是把那個 本來可能需要把胸部做重建的這個錢拿去做免疫 因為後面就是確定腫瘦有變小了 可以就是免除就是重建的這件事情 我就拿去打免疫 對 然後免疫我前面打了 手術之前打了四次 手術之後打了九次 對 然後後面剛好也碰到那個藥價有調整 有慢慢調降 我覺得最大的差別其實是 我在這段期間裡面我寫了蠻多文章 跟那個我的紀錄就是鼓勵一些病友 然後也的確收到很多回饋 那也有認識很多三一星的病友 他們很多人其實就是從第一次就有開始打免疫 那其實效果很好 小到甚至零點幾又或者是直接不見 那但是也看過就是年紀大我幾歲 可是他因為沒有保險的關係 所以他是完全沒有打免疫 台灣乳房醫學會理事長陳首棟表示 三陰性乳癌存活率差 復發較早 容易轉移至肺腦等器官 被形容為罪惡乳癌 而早期三陰性乳癌通常不適合荷爾蒙治療 及標靶治療 除了化療 目前只有免疫治療可用 三陰性乳癌最近就是因為免疫治療的出現 免疫治療在乳癌裡面就是三陰性乳癌 反應特別好 其他就沒有那麼明顯的效果 也因為三陰性乳癌有這個標靶 所以增加了一些治療的效果 一次要打兩隻 一隻大概是六萬左右 一次要十二萬 基本上要打到十七次 手術前要八次 手術後要九次 所以打下來 我不曉得大概兩百萬 尤其是乳癌的病人 如果是荷爾蒙陽性的病人 他要吃長達十年的荷爾蒙治療 他要面臨的身心挑戰會更高 那三陰性的病人呢 他們可能更擔心的是 他們本身在治療的武器上面相對比較少 那所以他們也更有那個復發的一個壓力 來面對他未來的人生 所以今天我們也希望藉這個記者會來呼籲 讓八成早期被診斷的乳癌病人 尤其是三陰性的病人 他們可以有即時跟釋切治療的一個機會 陳首棟表示 除了篩檢發現早期乳癌 提供合適的治療選項 健保起附 加速接軌國際治療指引 都是降低乳癌死亡率的關鍵之一 記者臨期會 台北報導 是